起將迎來清明節 台南國華街一間春捲名店 這兩天排隊的人潮一度排到 看不到盡頭 原來是因為店家 4月2號開始準備要休息4天 所以不少人就決定提前採買 悅者坦言 凌晨就開始備料 也已經算不清顧客比平常多了幾成 工作台上花生粉 高麗菜 蛋絲 黃滴豆 滿滿春捲配料 一看就知道清明節要到了 又大又飽滿的春捲一捲捲包好 店員手沒停過 因為排隊人潮一路從門口排到轉角處 一度看不到盡頭 有人買又十分 還多久啊 快兩個小時 我們家有 一個人他們都說一個人要吃兩個 人手一袋春捲裝滿滿 店家甚至貼出公告 每人限量20捲 到底為什麼這麼受歡迎 原來因為4月2號到4月5號 台南國華街這家老牌春捲店 連休4天 不少人接到消息 決定提前買好春捲 那你有什麼甜度想要選的嗎 可以依照個人喜好調整甜度 每捲55元以先包後肩的做法 成功吸引民眾味蕾 這家老牌春捲名店 在地飄香70年 是許多老顧客心中最愛 因為大家就趕著買回去冷凍啊 因為我們那段時間沒有營業 對我們來講壓力是很大啦 我們裡面的小姐就半夜就開始工作了 5點就開始營業了 大概有增加將近七八個 七八位 業者坦言顧客比平常多了好幾倍 已經算不清有多少人來電消費 不過看這排隊人潮就知道 不論當地民眾還是觀光客 都已經被這傳統美味 深深吸引 就忘了不及彈彈彈報道